在网络信息化的撑击下,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转变 如今千片一律的网红脸难免让人产生视觉疲劳 于是所有人都期待一张具有冲击力的新面孔,打破僵局 2019年4月14日,赞美惠茨以黑马之姿在香港电影金像奖 成为第七位或紫苏龙的内地女演员 此后数不清的栏目专访如同潮水般涌向了她 但一年之后,关于赞美惠茨的讨论又贵于平静 她的微博粉丝只有十几万粉,比不上一个普通网红 欢迎来到小陈电影,我是小一 这一次简单聊一聊女演员,赞美惠茨 赞美惠茨多次说过,没有演员不想红,没有演员没有野心 大家认为野心是贬义词,但我觉得它是一种动力 而赞美惠茨的故事就是一个一夜成鸣的故事 再出道十几年后,她的名字才被大众所知 依靠一部香港电影《三夫》,赞美惠茨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这是导演成果《妓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前一部《流连飘飘》,让秦海露拿下金拿奖影后 另一部《香港有个合理活》也拍出了不一样的周迅 赞美惠茨在《三夫》里的角色小妹,是个欲望旺盛的年轻女孩 她智商有点问题,不会说话,只能用单子来表达 本着完全自愿的精神,小妹用日日夜夜来满足排着长队的顾客 由于普通男人难以满足她,便出现了三个丈夫的荒诞故事 第一,认识她的亲生父亲,和小妹乱伦生下了一个儿子后 把她卖给了愚民老头 第二任丈夫没能力赚钱,首先利用小妹卖肉 并转手卖给了嫖客四眼仔 而四眼仔也满足不了小妹的需求 结果三位丈夫商量后,决定让小妹继续卖肉喂饱自己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小妹和三个丈夫竟然实现了和谐共处 这个看上去充满噱头的伦理故事 其实是暗讽政治与现实的黑色语言 因为尺度过大,导演曾经想找一个专业女优来演 而在母亲的支持下,泽美惠兹赤膊上阵,演出了一种原始帝母般的女神之感 为了融入角色,她增肥四十斤,导致月经不来 许多水系让她的下半身一度失去了知觉 有人说泽美惠兹的身上写着欲望,脸上写着绝望 她汗蹭蹭的脸和空洞的眼神就像一条任人宰割的鱼 成为影后之前,几乎没人听过泽美惠兹 而事实上,她已经是个入行14年的老演员 她在上大学时就被楼叶选中 出演了颐鹤园女主,余红的朋友东东 楼叶捧红了好雷,也让泽美惠兹踏入了演艺圈 2007年的苹果,泽美惠兹严洗脚成小妹 失业后沦落成妓女,动入封城后被嫖客所杀 苹果带泽美惠兹去了柏林电影节 那是她第一次出国,也是她第一次走红毯 无数摄影机的闪光灯能把人眼闪瞎 她全身像通过无数电流一样 兴奋好奇享受,又极其自信 高起点以后就是长时间的默默无闻 她拍了几部电视剧和电影 凡响一直不温不火 和葛优合作过一部气喘吁吁 她饰演一个不起眼的保姆 和孙力合作过一部都市的时装剧 辣妈正传,演一个叫新鲜的配角 2016年,她拍了导演张明的《冥王新时刻》 饰演一个寂寞的乡村女人春台 在《下海》里,她是一个在巴黎战街的妓女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她是饰演男一号的前妻 在《南方车站的聚会》里,她是一个陪勇女 接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获奖电影《三夫》 赞美惠兹几乎没有对白,全程只用单子来表达 情绪和欲望却直接了当 这些角色都与欲望有关的同时 赞美惠兹也逐渐发现了自己的戏路 那种情欲勃发,精力旺盛 却又被现实无情打压的女人 凭借大尺度表演走红 在华语电影圈有不少先例 之前,郝雷从《一和园》里出来后 不再尝试类似作品 林小璐在《天玉游》裸露戏粉 拿了《金马最佳女主》,对这部电影避而不谈 汤维拍完《李安的四界》 彻底转型成了文艺女神 而一直走这种戏路的 似乎只有赞美惠兹 她几乎成了育女专业户 据赞美惠兹口诉 即便拿了影后,也没有经纪团队 她之前大部分的拍戏 宣传和细碎事物 都是自己对接 那究竟是没有机构找她 还是她自己拒绝合作呢 这背后的原因就不为人知了 严格来说 赞美惠兹的长相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 她的外貌透着北方女性的骨骼壮大 要纯论颜值,也就是个中等水平 和一到镜头前则完全不一样 赞美惠兹说过自己是豹子和猫的结合 身上总有一种野生的感觉 事实证明也如此 赞美惠兹曾在时尚杂志拍摄作写真 镜头前的她有一股神秘又明朗的力量 时而鬼马俏皮 时而竟如厨子 有着独特的东西方双重气质 赞美惠兹还说过 我想成为一个百度不侵 百无禁忌的女人 我想成为真正的大明星 我的梦想是获得奥斯卡 虽然这个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 可她的内心却布满了渴望与探索 赞美惠兹的偶像是玛丽莲梦露和巩俐 所以镜像将影后只被当作是起点 觉得多数媒体描述赞美惠兹都用了生猛野性和危险等等词汇 在这些喧宾夺主的报道背后 我们能感觉到 掩藏在赞美惠兹外表下的 是一个独心自我 频繁坚韧的真实灵魂 有个网友说的好 她不是网红 她是真的演员 虽然红不红不重要 但真的演员肯定会红 以前赞美惠兹觉得 灵力圈就是一个残忍的斗兽场 需要厮杀才能活着出来 可一年以来 她又觉得这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花园 赞美惠兹总结说 真正的对手 其实就是自己 和其他明星网红不同 赞美惠兹不玩人设 在她眼中 戏比天大 她愿意为电影献出所有 愿意去尝试一切可能 之前改年令 发公关通稿 这些都是真的 可她用心拍戏 拿了影后 这些也是真的 至于赞美惠兹以后 会带来怎样的作品 能否拍上她最喜欢的 莫言的风乳肥臀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感谢收看小珍电影 我是小姨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